吉林省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件怪事 竟饮得无数土豪前去观看 这事还要从李大姐杀驴说起 李大姐刚把驴肚子划开 一个大肉球就吉利咕噜地滚了出来 这个肉球竟然圆滚滚地如脸盆般大小 还热气腾腾地泛着兴气 正当李大姐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个肉球的时候 旁边的邻居却发出了惊呼声 他兴奋地对李大姐说李大姐捡到宝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肉球又到底是什么 难道他真的是个宝贝吗 接下来请听小编为您讲解 感兴趣的话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故事发生在农安县 李大姐在杀驴的时候 驴肚子里滚出了个肉球 驴身子瞬间就扁了下去 剩下一个空空的骨架 李大姐一看心都凉了 费尽家底买来的驴 除了骨架根本没有什么肉 这钱白花了 但大家伙都表现出对这个肉球极大的好奇 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但谁也说不清楚这个大肉球到底是什么 有邻居猜测也许是这头驴得了病 身体里长了瘤子 李大姐吓了一跳 如果这是头病驴 驴肉就根本卖不出去 那她的钱就打了水漂 回过神来她立马生气地反驳 这头驴前几天都很正常 吃草什么的都很正常 根本不像一头病驴 而且如果这个肉球是瘤子 为什么直接就掉了出来 正当李大姐和邻居们争论不休的时候 旁边一个邻居忽然兴奋地指着肉球说 这不会是吕宝吧 这个邻居年轻时走南闯北 见过不少稀罕物 李大姐他们一听愣了 吕宝是什么东西 邻居只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很值钱 但具体的他也说不出来 于是李大姐准备去找行家问问 隔壁村刚好有个杀驴的行家 他兴许会认识这个驴肚子里滚出来的肉球 他捧着肉球去了隔壁村 杀驴高手王大爷一见到李大姐手里的肉球 就放下了手边的火 他拿着肉球仔细地在灯下观看 最后得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他也不知道这肉球到底是不是吕宝 原来王大爷虽然是杀驴的行家 他杀过的驴少说也有牵头 但从来没有预见过吕宝这个稀罕物 吕宝是可遇不可求的 据说是能治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 比牛皇还珍贵 一个指甲该大小的就值好几百块钱 吕宝竟然这么值钱 李大姐眼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 为了确认这个肉球的真实身份 李大姐又跑去了兽医站 可是兽医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毕竟这个东西太稀奇了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 李大姐失望地回到家里 却发现家门口被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仔细一看还都是陌生人 李大姐心里一惊 赶忙上前询问 原来是李大姐家驴肚子里 PO出肉球的消息不进而走 大家都赶来想凑个热闹 其中一个男人看到李大姐回来了很激动 她提出要花两万期来购买李大姐手中的肉球 原来她想用这个肉球做药材 但是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这个肉球到底是什么 就拿它做药材 李大姐觉得心里很不安 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选择卖掉 但来找李大姐买肉球的人却络绎不绝 甚至有人开出了11万的高价 李大姐也没有卖 李大姐说她虽然不识字 但是她知道有些事情能做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不能为了钱就做伤害别人的事 说来也奇怪 李大姐载驴的时间是在秋天 家里也没有冰箱什么的 于是李大姐就把肉球放在袋子里 挂在了房梁上 十几天的风吹欲晒 这肉球不仅没有变质 反而还像刚剖出来时那样鲜活 这更让李大姐坚信这肉球不是繁物 她质疑要搞清楚这个肉球到底是什么东西 李大姐捧着这个肉球东奔西跑 最后她向记者求助 记者帮她联系了专家 专家也没见过这个东西 她提出要切下肉球的一部分进行解剖 李大姐犹豫之下还是答应了 肉球切下来的那一部分 像血水一样粘稠的液体很快就干了 专家提出还需要使用仪器进一步检测 结果一时半会儿出步来 让李大姐先回家 等结果出来了立马通知她 李大姐临走时 专家还特意叮嘱她 这个肉球极有可能是药材 可以治病 让李大姐要好好保管 李大姐连连答应 回到家的李大姐每天应付大批来买肉球的人 但是她的态度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卖 但是李大姐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打起了歪主意 这天半夜 李大姐在家里休息 忽然听到窗外吟吟有响声 她本来想翻身继续睡觉 但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 她立马叫醒老伴和她一起出门查看情况 窗外的人听到他们的动静 立马翻墙逃走了 李大姐看着逃跑的人影 她立马明白了 这些人是冲着肉球来的 李大姐心知肉球在家里已经不安全了 就趁着黑夜把肉球偷偷地送到了亲戚家里藏起来 专家那边的消息迟迟等不来 看着每天在病床上痛苦的老伴 李大姐忽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既然大家都说这个肉球是名贵药材 不如赌一把 用它来治老伴的病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治病 李大姐去亲戚家拿回了肉球 但她不敢拿老伴的命去赌 她打算用自己试毒 李大姐切下了一部分肉球 拿水煮了喝下 然后就关了门 静静地坐在床边等待肉酒水的效果 但是过了很久 李大姐身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于是她壮着胆子把剩下的给老伴喝了 老伴刚喝下 李大姐就后悔了 老伴常年有病 不比她是个健全人 万一喝下后有个好歹怎么办 幸好的是 经过李大姐的观察 老伴的气色好了不少 平常拿个饭碗都要抖的手 现在也不抖了 这个肉球也太神奇了 竟然比仙丹还灵验 李大姐当即就要把肉球兜煮了 给老伴喝下 邻居一把拦住了她 邻居劝她带着老伴去医院查查 等确定了是肉球的功劳在住 李大姐带着老伴去了医院 她向医生讲述了驴肉球的功劳 医生听后却摇了摇头 她告诉李大姐 她老伴得的是脑血栓 平常手抖是正常的 不抖才奇怪 现在她的手不抖了 可能是受到惊吓所致 李大姐实在是不能相信 她告诉医生自己也吃了肉球 现在身体贝儿棒 干啥都有劲 医生告诉她可能是心理原因 但怎么给她解释都不听 她坚信这个肉球是个宝贝 和老伴一起回到家后 李大姐再次拿出了她的宝贝肉球 却惊奇地发现肉球轻了不少 重量甚至不如之前的十分之一 这是专家传来消息说 肉球研究的结果出来了 李大姐立马带着肉球去找了专家 专家说这个肉球 不是像马宝一样的固体物 它里面还有大量的水分 专家在这里也给李大姐 普及了一下马宝 马宝在医学上 对于治疗神经疾病方面 有很强的药用价值 但是在民间经过口口相传 它被神仙化了 变成了能生死人 肉白骨的神仙妙药 价格被炒得极高 每公斤能卖到六万元 马宝既然存在 那刘宝也有可能 但是经过机器的严密分析 得出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这个肉球不但和驴宝不沾边 甚至很有可能是因为 这头驴得了血管瘤 这个肉球就是长出来的瘤子 之前被挂在房梁上 十几天而不腐烂 是因为没有被切开 切开之后立马就变质了 李大姐一想确实是这样 她失望地带着肉球回家了 但是这个时候 有个土豪带着四十万的现金上门了 她要购买李大姐的肉球 李大姐坚定地拒绝了她 家境贫困的李大姐 面对四十万的现金 难道不心动吗 李大姐当然心动 但她更害怕这些人转手 就把根本没有价值的肉球 卖出高价 去坑害那些病急乱投医的人 兜兜转转了一圈子 李大姐什么也没得到 但是她高尚的品格 深深地印在了我们心里 很难想象 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 竟然有如此高尚的品质 让我们为李大姐点赞 如果你是李大姐 你会怎么处理这个肉球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有趣的故事 感谢您的观看